当地时间3月12日晚上10点左右 在澳大利亚摩尔本市 两个当地帮派约200余人 在市中心联邦广场爆发了一场暴力冲突 场面一度混乱造成了本地居民 以及不少路人受伤 13日上午 网络上有中文媒体报道说 华裔群体在此次冲突中成为了被攻击的目标 还有传言说 马尔本市中心因为这次事件发生骚乱 汽车上有弹孔的照片也在网络上传播 这一场混乱只需了两个多小时 警方动用了辣椒喷雾和紧棍才平息的事态 并逮捕了数人 维多利亚州警方表示 对此次事件的调查目前仍在进行中 这次夜间街头事件仅仅是帮派间成员的冲突 导致了市区的一些地方极为混乱 而流血枪击压根并没有发生 更没有群众受重伤 华人也没有遭受所谓大规模的抢劫和袭击 警方全程并没有开枪 而且提前增加了警力控制事态 不过近期墨尔本市的治安却是有所恶化 发生了中国留学生遭抢劫的事件 这也是相关谣言在华人圈疯传的一个原因